来吧往下说啊 咱们中国人过节 有正月不剃头的说法 也有新年新气象 年底改头换面的习俗 沈阳啊 有位托尼老师 哎呀 是个暖男 年终岁尾 免费为老人理发 坚持了14年 我们这是从08年开始 有这个服务的 就是给70周岁以上老人 残疾人 或者是特困户 还有就是两周岁以下的儿童 到我们店里啊 哪有收证件 我们都是免费提供减发的 应该得有几百人 几千次了 其实怎么说呢 我是个农村孩子 从小家庭条件挺不好的 通过自己打拼 在室内开店了 之后我是一个电视 200年五月分开的 之后经过几年打拼 就是衣食无忧了 吃素不熟了 不感谢政府 再感谢这个社会 就想力所能及的 在不影响自己 正常生活的情况下 去做一点好事 为这个社会提供点贡献 就是让自己人生吧 有点意义 所以老人服务的太少了 有的时候 推都推不出去 给你爱不要钱 怎么去做切招 所以我的宗主厂 建做了 就要把它坚持到的 就是公益一生 一生公益 小国老师是个有心人 祝您新的一年里边 理发店生意红火 事事蒸蒸日上 好转了 好呀 好呀